為你一瓶酒多走酒走 我是Kan 我是宇俊娜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 這個是其實我和宇俊娜都非常喜歡的一款威士忌 也給大家推薦 我個人覺得作為威士忌愛好者 或者威士忌初學者 一個相對必喝的一款蘇格蘭的戴伊曼蘭威士忌 它是什麼呢? Oban 14 Years 對,為了這一款酒 我剛跟Kan還有一個小小的debate 到底什麼是初學者喝的威士忌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定義中 什麼是初學者必喝的蘇格蘭威士忌 沒錯 喜歡這個節目的朋友們呢 請給我們點贊 Make sure you smash the like button 然後來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 好,那單從這款酒來看 其實包裝也是非常精美 對,它這裡是有畫很多的海鷗 然後它就是一個海灣一個cliffe 旁邊的礁石的感覺 對,這邊就是Diagia公司的highland代表 對吧 我個人覺得它應該算是一個比較小眾的品牌 我覺得它這個酒廠的產量可能不太多 嗯,我有在他們的網站上看到 就是他們的這個酒莊其實並不大 Oban呢在Gaelic 蘇格蘭語當中是little bay的意思 它下面有一個小的翻譯 它下面有一個小的翻譯 我剛才看到 little bay of caves 那後面有一個小的介紹 它的這個針對酒廠啊 是在這個奧班這個town 這個小的村莊 這是一個小的村莊 我們剛查了一下這個村莊 現在才一共有八千五百人啊 所以又是一個酒莊 養活一個城鎮的那個 應該會 所以說是那些人看到這裡有酒廠 然後慢慢遷徙過來 在這裡定居 然後為酒廠工作嗎 所以還記得蘇格蘭的六大產區嗎 分別是 Spaceside Highland Lowland Campbelltown Isla The Islands And the Islands 所以它裡面是講 它是Islands 和Highland的一個 結合的style 怪不得有人總說 這裡面可以 藏出pitted的味道 我個人是從來沒從這裡面 藏出pitted的 Elegant and glowing It merries the sea air character of the island malts to the soft Richley fruit style of the Highlands Creating its own rich tasting West Highland mould The steels here are among the smallest in Scotland The cramped nature of the site placessevere limits on production which in turn means the demand for Albans richly appreciated malt Is always likely to exceed supply 所以它裡面有講到 它的供給是相對比較小的 因為這個地方 它可能是在島嶼之間吧 以後有機會 一定會大家去觀賞一下 因為那邊有很多的山谷 山谷之間 巴黎也很難生長 所以這樣也限制了它的產量 好 那介紹了它的一點小歷史 那我們就給大家來揭曉它的樣子 喔 特別是classy 但它的用紙就是用這種 稍微發黃一點的那種 history book 那種的感覺 有一點像 然後full of words calligraphy 然後它裡面有著重突出海鷗 應該這個歐瓣的酒 歐瓣這個地方是gateway of the isles 就要是島的一個gateway 就搞了一個入口嘛 那所以很多的海鷗啊 或者海島啊 還有山谷等等的 OK 那 我們就為大家 開屏歐瓣14年 好 好 首先從顏色來說 淡湖泊色 淡湖泊色 嗯 芳香撲筆 其實在聞的時候覺得它的酒精度有一點高 會覺得有一點punchy 就馬上揮發出來那個酒精 嗯 這種新鮮的梨啊 新鮮蘋果啊 新鮮水果的味道 還有這種檸檬和orange 我覺得它是一個very good combination of 水果香 花香跟蜂蜜香 嗯 我很難直接說出它比較更偏哪一類的香型 那我覺得就是非常well balanced的一個mixure of 但單從這樣聞啊 我還沒有so far聞到任何的peat 對 然後還有任何的海鹽的味道 所以它跟這個艾蜜的酒是不太一樣的 嗯 它不是艾蜜的 艾蜜島的酒 對 所以我從來不會把orange 跟peatish whiskey associate 起來 有那麼一... 第二次我們的時候有那麼一點點 哈哈哈哈 第二次我們的時候有那麼一點點 好 Cheers 嗯 這個入口很有趣欸 哇 surprisingly smooth 我本來以為這個酒會給我一種很沖的感覺 會有一種很酒精的沖感 我能隱約的taste到一點peat 是嗎 隱約的taste出來一些smookiness 但是我本來以為它會很沖 它會有一種烈酒的那種punchiness 嗯 沒有 或者很少 非常少 基本上沒有 我尝不出peat 真的尝不出 而且一點都沒有蜜糖的甜味 有 我們有嗎 有 我剛想說因為我們之前幾款不是一直在做Sherry嗎 所以Sherry不就是各種什麼早味啊 Caramble啊 但Oban Oban應該是 他喝起來 我覺得那個smookiness在 相對來說在口中 把這個酒在味蕾當中停留一段時間啊 那個smookiness 那個pityness 會揮發出來 有這個感覺 然後它的甜味 並不像Honey那麼甜 跟那個Sherry的那個甜是不一樣的 然後它更有一點像那種raw sugar 是嗎 或者Corn sugar 或者syrup 就是那種糖漿的味道 我so far覺得它不甜也不辣也不peat it 就是 嗯 感覺它是把所有的威士忌的特性浑然一體 但是不會在哪一邊特別突兀的一個感覺 好 它的酒精是43度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啊 它的tasting note 是怎麼說的 我們具有了 albanwhisky.com這個網站啊 那它網站設計的很漂亮啊 Diagio的嗎 Diagio 有這個 Parent 金主啊 這個它不再是小酒莊 不再是蘇格蘭的小酒莊 是大金主在後面 有大品牌的那個 那首先這些brand的品牌也可以買賣的啊 對啊 它自己單獨是一個Propatria Limited 它自己單獨應該是一個公司來的 它們更像那種什麼brand management 這樣的經營模式吧 嗯 以後我們會為大家一意解析 好 那進到它albanwhisky.com的網站上面之後呢 首先它說 確實是有 確實是有 我覺得是一個 combination of all four 它說的是 它說的很好的 嗯 所以它裡面有的orange peel 就是這個橙皮 smoke sea salt 就是這個海鹽 還有honey 蜂蜜的一個結合 對 好 Dried fig 乾無花果 spice and smoke malt dryness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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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沒怎麼滑呢 Scent 就是這個 芳香 鼻香 fresh orange lemon and pears 你看我們還是比較spot on啊 with a hint of salt and peat salt salt 我基本上剛剛已經都說了 我覺得salt and peat 要很細心很細心的下來去找那個味道 那越喝我覺得嘴裡的salt和peat 越重 finish long smooth and oaky sweet with a grain of salt with a grain of salt body full OK foo body 絕對的這個 夠飽滿 好 我們先來說一下這個 這個old band 14年 多少錢呢 市場家 128 130左右 不便宜啊 不便宜啊 不過14年還行 它比起我第一次喝它的時候其實 價格高了很多了 我第一次喝這款酒差不多10年以前 什麼價格有漲 對 它是我蘇格蘭single malt whiskey 的初戀 你知道為什麼當時我在吧裡面點它嗎 為什麼 因為它名字最短 你知道你可以想像 你看到a wall of names you have no idea about I love your honesty 因為最短 然後寫 I know how to pronounce it 你想一想 你去Baxter's 心裡人都懂的 Baxter's in whiskey bar 然後一個黑板全是名字 五六十個名字 最短就是這個 我覺得以後我們可以做一集 專門教大家 這個威士忌的發音 和這些英文到底應該怎麼念 其實也不是英文 很多都是Gaelic 話說回來 來 你給它打多少分 你先打吧 我先打吧 我給它打8.5分 有 怎麼說呢 我覺得是比較 沒有讓我非常多的驚訝的地方 我覺得是一瓶好酒 所以它肯定是在8分以上的酒 是我經常會去點的一款酒 然後我也說了 以前我就很喜歡鵝板 我們倆都很喜歡鵝板 多了那0.5分是怎麼回事呢 我真的沒有想到它會這麼smooth 雖然我已經喝過它很多次了 這次是 我很久沒喝 有一段時間沒喝酒了 然後我又 我就嚐一下它 我本來是expect 它會給我那種punchiness 給我嘴上多一些那種spiciness 多一點那種辛辣感 結果沒有 非常順 非常柔 這個給我有一個很大的加分 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surprise 那我就給它8.5分 OK 好 我個人來打一個主觀性的分 因為歐辦這一款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它是我的10 out of 10 trick 沒有人認識你 我的朋友都知道說 我推薦這款酒 給很多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為什麼呢 像我剛剛所說的 它是打開我 蘇格蘭Single Malt Whiskey的 那個啟蒙之旅 所以它在我心目中 不管它多貴 我會一直保持它 我對這款酒是非常地 loyal 首先它價格 對於14年的酒來說 我覺得reasonable 雖然它越來越貴了 但以前我以前是一個更好的價錢 但現在還算是reasonable 然後它的taste呢 是非常非常well balanced 你想選一款 跟別人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比如說就是不是那種 非常的爛大街的品牌 show that you a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同時又是一點有年份的single moscotch whisky 那是絕對的 我對這一款酒的最大的一個memory 就是說無論我在什麼時候喝 它是哪一個霸點它 它給我的味道是非常非常consistent 從一而終 就是你什麼時候喝它都會感覺很舒服 正好我們就順水推舟的去打開我們今天要說的一個topic 我想去define一下到底什麼是入門級和初學者 應該去品的 單一麥芽威士忌 因為之前我和Eugenio有一個debate 他覺得這個不是我入門級的 他覺得這個可能是要中級或以上的 對 就比入門級要上一個等級 要入門級要大一級 起碼要上一個等級 對 我覺得不見人 因為我在網上也看到很多有關入門級的視頻等等 我個人並不是很喜歡 因為他們大多都把入門級把它限制於第一 age比較young 第二價格很便宜 我非常反對 我不覺得價格便宜就是入門級 不是說你喝便宜的酒就是入門級的酒 貴的酒就是大師級的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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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price 或者it's got nothing to do with its age 比如說你喝50年酒就一定是大師級 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款是一個入門級的威士忌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覺得首先我的入門級的定義是 你已經開始喜歡他了 開始對他的品牌有要求 這就是初學者對於威士忌的一個共同點 我就是開始對他的品牌 就是我喝什麼牌子 我有講究了 我不是只喝Johnny Walker 我不是只喝這個Royce Lou 我開始他有講究了 我開始我要喝歐辦 我要喝Lafroik 我要喝Arbeck 我要喝這些 相對來說我對他的品牌有要求了 這個是入門級 終極就是說 我不但是對他的品牌 而且我有自己喜歡的元素 比如說我對他的原料 或者他的產地 我並不完完全全只看品牌 但是我會對怎麼樣原漿產出的酒 或者怎樣產地的酒 我開始有興趣了 這是第二級 等到你是大師級的 那可能就 我對這個地方的水質 這個水的quality 我對這個地方原料的要求 我對這個地方空氣的quality 或者pot steel 非常深入的specific的要求 這個我覺得就是非常大師級 所以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是你喝貴的酒 那就是大師級 你喝便宜的酒就是初學者 就這點我覺得達不到 對於威士忌的要求 我覺得我自己也停留在 初級和中級的範圍當中 我開始對他的產地 我開始我有明確的想法 比如說他應該有這樣子的原料 他應該用這樣子的木桶 我開始有明確的想法 我覺得威士忌的消費者 和威士忌的愛好者是有區別的 消費者愛好者是完全有區別的 消費者可能看品牌 看他的dynamics 看這個人這個酒 小眾還是大眾 但是威士忌的愛好者 只看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一般提到入門 或者初學這個概念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是在指愛好者 而並不是消費者 消費者今天我喜歡威士忌 我明天我就可以去喜歡Gene 後天我就喜歡Vodka 再大後天我就喜歡Tequila 再大後天我可能喜歡另外一個 Lacure或者這個Belly whatever 這是消費者 但愛好者是我對這種東西 我有一些執迷的地方 我對他有一定的要求 我不在乎他的品牌 我不在乎他的價格 但是我對他是什麼 他有沒有感情 有沒有人類付出的 Efford和心血 我對這些東西要求很高 That's the difference 好了 說了這麼多 希望最後喜歡我們這個頻道的朋友們 請給我們點贊 訂閱然後按起小鈴鐺 來支持我們 希望您也可以加入我們的討論 在這個屏幕下方 你到底覺得什麼是適合初學者的酒呢 什麼是適合入門級 或者什麼是中級 什麼是高級的酒 請您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欄當中 輸入您個人的意見來告訴我們 我覺得這個留言欄估計會很熱鬧 因為大家可能對什麼是初學者要喝的酒 是啊 根據不同country 不同的國家所持有的 所進口的酒 這個也有一個差別 對 不過我覺得就是 威士忌本來就不是說所有人都必須喜歡他的 你可以喜歡他 你會不喜歡他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但是有些人是真喜歡 有些人可能只是表面覺得他聽上去比較fancy 覺得大家可以各書幾件 這些都是適合我們交流的地方 我們也是想create出一個大家交流的平台 你來告訴我們 你對威士忌二號者的一個想法是什麼 在留言欄當中告訴我們 我覺得這個話題可以討論很明顯 好 那最後 歐本十四年好喝 再千萬不要貪杯喔 耶